屠刀之下,或是亲人 田先生经营一家不大的广告公司 他为人温和,乐于助人 很多客户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最近一年,田先生在一位师兄的引导下开始学佛 他渐渐开始吃素放生 但对于一些轮回转世的事情,还是不太相信 师兄,你说的那些轮回转世,我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这世上真的会有轮回转世吗? 当然是真的 口食腹肉食达母,怀抱杀季之冤仇 妻子啃食丈夫骨,这几句话你听说过吗? 嗯,我听说过 这几句话说的就是因果轮回 我们杀生吃肉的时候 那些被我们吃到嘴里的动物,很可能就是我们曾经的亲人 啊? 有一天,一位客户来找田先生 他得知田先生的母亲住在乡下 于是请田先生带为购买几只土鸡来吃 哎呀,王老板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哈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田老板,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 嘿,都老朋友了,还客气什么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一定会尽力帮忙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父亲想吃鸡肉,你也知道 现在市面上的鸡都是吃化学饲料长大的,不健康 我听说你母亲住在乡下 所以想请他帮忙买几只土鸡 帮他买鸡来吃,那可是杀生的罪过 可是王老板一直很照顾我的公司 这个忙还是得帮 免得失去这个客户啊 王老板,你放心吧 这点小事交给我处理就好 那就麻烦你了 学佛后的田先生已经戒杀吃素了 他明知不该帮这个忙 但因为王老板是公司的大客户 于是便在贪念之下答应了他的请求 当天傍晚,田先生便打电话给母亲 把事情说了一下 问有没有可能买到冷冻的土鸡 这样既可避免了自己和母亲间接杀生 也算是给客户一个交代 你怎么能买冷冻的鸡给人家呢 他可是你的大客户啊 这样做太没诚意了吧 妈,我是不想造杀业吗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待会儿我就去养鸡人那里买几只土鸡 妈,这样不好啊 杀生罪过很大的 我们不能做因小失大的事 丢了这个客户也比造下杀业好啊 好了,好了,这事儿我说了算 这杀业我来造 有什么报应就降到我身上好了 妈 你不用说了 我挂了,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屋外的天空突然涌出了大量乌云 翻滚着聚集着 天色瞬间暗如黑夜 那场景就像世界末日般 随即天空闪电雷鸣 镇的窗子嘎嘎作响 从忽然出现乌云到打雷 总共不到十秒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是上天在冥冥之中 对我的暗示 过没多久 他母亲便打电话来说 已经和养鸡人家说好了 明天就可以去拿鸡了 儿子,土鸡我已经订好了 明天就可以来拿了 唉,我现在随着夜里 这辆狂奔的马车 正驶向无边的深渊 唉,当初真不应该答应王老板的 当天晚上 田先生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了自己去世多年的外婆 他外婆在世的时候 也非常喜欢吃土鸡 咦,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好难闻的味道 这究竟是哪里啊 是谁,谁在那里 啊,外婆 你还没吃饭吧 快过来,来吃点饭吧 田先生走到外婆身旁 发现桌子上有几个碗盘 里面只有一些小米和烂菜叶 那些东西都是平常乡下人喂鸡的食物 这些东西不是乡下人拿来喂鸡的吗 外婆怎么能吃这些啊 外婆,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唉,我就要上路了 上路 突然,田先生注意到外婆身后还站着几个人 由于光线太暗,看不清他们的样子 田先生数了一下 外婆身后一共有五个人 田先生感到非常奇怪 他正要询问外婆这几个人是谁时 一阵电话铃声将他吵醒 此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了 是梦吗?好奇怪的梦啊 儿子,土鸡我已经买回来了 妈,你买了几只啊 六只 啊,六只,六只,怎么会这样 啊,我要上路了 妈,那六只鸡还在你那里吗 王老板今天早上开车路过 他已经顺便拿走了 怎么了吗 外婆生前最喜欢吃土鸡 莫非他轮回转世成了一只土鸡 而自己却将外婆转世的鸡买来给王老板吃 师兄,事情就是这样的 难道那只土鸡真的是我外婆投胎转世的 是啊,你说你外婆生前非常喜欢吃土鸡 这导致因果报应 让她死后投胎成了一只土鸡 让她感受一下鸡被宰杀时的种种痛苦 以示惩戒 这么说,外婆的死是我一手做成的 哎,你已经学佛这么长时间了 实在不应该犯下杀业啊 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的贪念 结果犯了杀业 而且被杀的竟然是我的外婆 你过去一直不太相信轮回转世 而且又清存贪念 所以遭到了报应 这是报应吗 是啊,并非所有人的报应 都是让人肉体痛苦 你明知会犯杀戒 却不悬崖勒马 你的因念之贪 将曾经最疼爱自己的外婆 送到了屠刀之下 这可要比肉体的惩罚痛苦太多太多了 我知道错了 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 我母亲也犯下了杀业 我得想办法来弥补 师兄,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说在梦中外婆请你吃饭 并告知要上路 这是希望你帮她积累上路的资粮 帮她们多做功德累积福德 这是当务之急 也是表达歉意最真诚的方式 嗯,我明白了 当天,田先生便开始行动 他经常去放声 还救助了多只流浪猫 他希望用这些善行来弥补自己犯下的罪业 或许,或许,或许他们就是因我而被杀的那几只鸡呢 许多高僧大德都曾开示过吃素的重要 要深知六道轮回中 众生辗转投生 彼此皆互为父母亲友 因此,锅里煮的,口中嚼的肉 往往是我们的六亲眷属啊